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3号重申 美国经济仍然强劲 美联储将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维持经济增长 他表示美国经济整体表现良好 虽然企业投资和制造业疲软 但就业增长稳定 以及工资上涨 推动强劲消费 支持经济整体温和增长 此前市场观众鲍威尔是否会在演讲中给出9月再次降息的信号 但鲍威尔没有就此明确表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推特上发文回应 抨击美联储毫无作为 指鲍威尔在不知道也没有问过政府即将推出的政策便发言 更指控鲍威尔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富豪爱博斯坦狱中自杀案持续发酵 消息指当局向监狱工作人员发出传票 涉事人员可多达20多人 这也表明爱博斯坦自杀案的调查仍在继续 消息预示 当局可能就爱博斯坦在狱中自杀案向这些工作人员提出刑事指控 司法部长8月21号向媒体表示 法医断定爱博斯坦的死因是自杀 不存在任何疑点 目前监狱管理不当才是问题 他又透露当局计划传讯监狱工作人员的过程中遇到阻碍 另外再有更多受害者声称爱博斯坦性侵 三名女性21号分别控告其间公司与基金会 涉嫌协助爱博斯坦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 美国福克斯新闻22号宣布 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将作为撰稿人加入他们的团队 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福克斯新闻17年来一直是美国的头号新闻机构 他非常自豪地加入福克斯其他的撰稿人 提供政治见解和分析 桑德斯加入后将为福克斯新闻频道 商业频道 新媒体以及广播提供政治评论和分析 他的首次亮相安排在9月6号的晨间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 这也是特朗普较常收看和参与的节目 联邦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通过发言人表示 对于近期发生在亚马逊地区的森林大火表示关切 他表示可持续的森林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而言至关重要 截至22号 亚马逊地区的森林大火已经持续了17天 巴西 秘鲁和布里维亚交界处的大火已经造成了至少50万公顷的森林被烧毁 不久前 联邦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2019年7月是历史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 比利时 德国 荷兰等众多欧洲国家在7月的气温曾达到40摄氏度 创下历史最热记录 高温导致格林兰岛熔冰1970亿吨 将导致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0.5毫米 会直接给伦敦 汉堡或纽约部分地区带来水灾隐患 休息一下 恐怕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并于上周日试射一枚陆基巡航导弹后 克里姆林宫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令军队准备对美国最近的举措进行对声回应 上周日 美国防部在加州尼古拉斯岛试验场 进行了一次战斧巡航导弹地面发射试验 导弹攻击了500公里外的目标 这是美国退出1987年与苏联签署的中导条约后进行的首次试射 美防长埃斯珀周三暗示 周日的导弹试射是在向中国发出信号 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明立场 正中方无意参加美国发起的中美俄军控谈判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夫近日表示 学院正在审查从涉嫌数十名未成年少女性交易的富豪埃波斯坦的基金会 收到的约80万元捐款 雷夫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 学校还将向慈善机构捐款这笔款项 以帮助爱波斯坦的受害者或其他性虐待受害者 不仅如此 两名与爱波斯坦捐赠项目相关的学者宣布辞职 雷夫也表示 审查的重点是围绕过去20年的捐赠事实 以及学校如何处理捐款 并可以改善这一过程 他同时向受害者表示深刻诚恳的抱歉 美国保守派亿万富豪大卫科赫去世享年79岁 大卫科赫的弟弟查尔斯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沉重地宣布各个大卫逝世的消息 任何与大卫合作过的人 肯定都能体会到他的超强个性和对生活的热情 科赫兄弟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位列第11位 截至去世 大卫科赫的资产为424亿美元 凭借其业务所带来的财富 科赫兄弟帮助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保守派捐款网络 为致力于动员选民和推动民选官员支持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的组织提供帮助 谷歌发布了最新员工指南方针 其中包括防止不必要的政治辩论和不当披露公司信息 该指南于周五公布 指引谷歌的员工在所有内部沟通中保持互相尊重 禁止故意挑起不必要的言语辩论 对不同观点者的攻击以及因观点不合给其他同事起说好 同时该准则强调禁止员工不当披露公司机密信息 禁止南还阐明了美国劳动法规定的员工保护措施 这些措施在去年谷歌员工11月罢工之后显得尤为重要 新规则清楚地表明 员工可以就薪酬工作时间 其他工作条款和条件或任何违法行为进行沟通 这些都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所有权利 谷歌表示新指南同时专注于维护用户的信任 由于恶劣的天气情况 周三由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洛杉矶的一架达美航班 延误达18小时之久 该航空公司并未给机上200名旅客安排住宿 让本就精疲力竭的乘客更加沮丧 根据商业内部报道 有乘客表示他们曾在飞机上等待了4小时 在飞机确认推迟到第二天早上起飞前 总共在停机坪上等待了8个小时 几位美国知名人士也在这架航班 包括天号碧昂斯的母亲 美剧怪奇物语青年演员Decory Montgomery 以及ABC节目与星共舞的一些演员 不过达美航空周四才发表声明致歉 声明写道达美航空公司向从纽约肯尼迪机场 到洛杉矶的975航班上的旅客道歉 由于天气影响 东北区领空该航班于昨晚被退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